当代艺术家王淮沁风格鲜明 形式极简与劳富深刻东方美学内涵 最近特别来到乌丰亚洲大学附属现代美术馆 举办50年的创作精选展 展出40多件从1970年代到近期代表性精华的作品 欢迎民众来到这里一窥当代艺术大师的艺术发展与唐奥 一幅幅的创作都是当代艺术家王淮沁的不同时期创作面貌 1944年出生北京的王淮沁经历过文革时期 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美学观与艺术性格 在中国艺术家当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5年以后他逐渐从写实主义转向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泛体和风格 到了1980年代末期 他更明确的朝向黑白对比分明的这种具象表现主义风格 也是中国大陆当代比较早探索抽象形式的艺术家之一 他把他50年创作的精选作品 总共有45件能够在亚洲大写现代美式馆展览 那这个展示亚洲大写现代美式馆十周年的运气 王淮沁养成背景是油画创作 他关注平面构成与色彩空间的抽象关系 也将笔墨精神与东方折丝录画 这次经过策展人有系统的方式整理 也因应美术馆各个展厅的空间特质 展出经典系列绘画及立体作品 其中中国皇帝系列形式各异 表现手法不同 具有特别的历史诠释内容 他的各时期的代表作都会在展览场间里面看到 那么同时呢 六位皇帝的肖像在他的演艺下 表现出了文化的内涵 以及文化变迁里面的看不到的故事 有将近五十件的作品在亚大展出 我觉得还我心里还是蛮高兴 因为在充满分歧矛盾战争和怀疑 的当下 我想大家共同守护艺术这一块 人类共同的 民族珍贵的精神家园是很重要的 王怀庆特别来到亚洲大学 附属现代美术馆 举办创作精选展 到10月13号为止 40多件的作品 美术馆也欢迎民众来到这里 一亏当代艺术大师的艺术发展与唐奥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